台湾新生代男演员蔡凡熙出席 网剧开镜仪式 有两位女主角艺曼和新乐儿 陪伴左右都不够 还有一只猫猫 蔡凡熙三年前 和国书瑶合作灵异剧集 而广为观众认识 也拍过《九把刀》执到的电影 这次蔡凡熙在剧中 饰演宠物沟通师 而艺曼就饰演兽医 不过原来他们都没有养猫 要首先和他建立默契 因为我自己没有养猫 所以这几天就借了他们的猫 然后回家养了几天 就觉得我拍完蛮想养猫的 因为猫很疗愈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会打呼 或者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他会在我的头上滚来滚去 对就是因为这部戏 然后认识就是猫这样 他会这样子 所以拍完其实我蛮想养猫的 我本身是养狗的 然后过去的经验 就是跟猫好像都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就好像我都用狗狗的方式对待猫 然后都会把他们惹猫 比如说就是在摄影棚拍照的时候 通常他们都会养猫 然后我就把他一把抱起来 然后放在我的脚上 然后他就瞬间咬我 这只猫叫做等等 在剧中跟蔡凡熙有很多对手戏 整天都说跟宠物拍戏是最难 因为他们不受控制 蔡凡熙都说有点担心 希望现在跟他培养感情 令拍摄更加顺利 我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等等是一只 他私底下是一只很爱走来走去 然后乱叫的猫 对 就会问他拍摄的时候 他可能我讲一讲话 然后就不见了 对我很怕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但应该还好 他这几天相处下来 应该不会怕我 宠物购通师有说 就是等等喜欢 那个主人是很喜欢吃食物的 然后好像就是遇到蔡凡熙 他就说这个哥哥 他身上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的味道 没有食物的味道 他说我都没有在吃东西 对 所以你要他失望 应该有一点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蔡凡熙有两部电影的拍摄 都受到影响 现在终于逐渐复工 他表示非常期待 希望很快有新作品 和观众见面